接下来我们聊一点和代码没有关系 但是和软件的设计可以说是有深度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面向对象 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 当然你初次接触面向对象的同学可能不会去想 但是之前了解到的或者说已经用过很多了 或者说已经了解很多的同学 有没有想过一下为什么使用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之前它到底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它存在价值是什么 虽然说它现在已经很受欢迎 而且说已经是一个标准性的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开发所有的东西都要考虑面向对象 都要一上来就用面向对象 因为面向对象肯定错不了 所以说大家一开始就用 但是你为什么要使用 这个话题其实如果是单纯来讲 就有点闲扯淡非干货的东西 但是我们既然讲到面向对象 我们详细讲了面向对象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一遍讲一下 说一下我的一些理解 首先我们从一个地方看起 就是先抛开面向对象来说 我们先看程序执行 我们上学都学过 程序执行它现在有几个方式 顺序判断和循环 我们现在所有的语言 所有的我们日常用的 Java 啊 C Sharp 啊 Pasin 啊 Ruby 啊 像 PHP 啊 GS 啊 C语言啊 C++啊 各种各样的语言 包括这个顺序执行 循环判断和循环这几个结构 它没有其他的 大家想一下 一哈一哈之间就是顺序 if else switch case这些就是判断 fall 还有什么continual 还有什么while循环 这都是循环 包括我们写的这些数的一些便利啊 低规的一些算法啊 它其实也都是由这么几个来执行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程序实现 我们每天大家加起来可能产出很多很多很多万号代码 所有的代码这些都是通过顺序判断和循环 这三个方式就可以轻松搞定 没有第四种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通过这三种方式来解决 它就实现了一个结构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限定了一种规范 就这三个它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 那我们就不需要在第四个了 这样的话对我的程序来说就已经结构化了 就是可识别可判断的 对我们的编译器来说 它也是可以做到比较高效的去执行 去解析这些东西 那还有一个语句叫做GoTo语句 大家知道不 现在四语言还有这个语句GoTo 就是我们的英文J-O-T-O GoTo 那个语句其实就是游离在这三个之外的 但是它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 就是基本上没有 或者说很少有人会去用 为什么 就因为它是游离在这三个之外的 它会导致程序结构的混乱 不够结构化 所以它会淘汰 你不能说它的效率低 它的效率可能会很高 但是它就是被淘汰了 至少是我们在写业务代码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用它 然后我们就选到 明亚对象它其实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数据结构化 比如说我们程序执行 我们可以简化这三个 明亚对象我们的数据也可以简化一下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这个话是谁说的是那个 Ruby的语言 大家知道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截图 这个哥们 宋美行宏 这是个日本人 他是这个Ruby语言的作者 就是90年代创业了Ruby语言 他写了一本书叫 苏美行宏的程序事件 就是右侧这个书的这个截图 他说这个 虽然说我们所有的教程 所有的书 都是明亚对象 都是说明亚对象是为了表述 或者说是为了模拟世间的万物 比如说我们之前演示的 people也好 person也好 还有student也好 还有什么小明小红也好 都是给我们身边的一些东西对应的 但是那只是为了我们 好入闻好学习而已 明亚对象的意义 根本不在于此 明亚对象的意义 它是将隐层的数据进行结构化 计算机有个毛病 就是说结构化的东西 才是最简单的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的浏览器 加载网页 其实加载的是什么 加载的是流 流它是什么呢 就是一堆自乎串 虽然说我们看到之后 是HTML CSS GS的代码 但那个代码就是自乎串 那我们自乎串 我们怎么办 浏览器拿到自乎串之后 它第一步要做的是什么 它就是把HTML 变成豆腐术 这就是结构化 然后我们的程序也是 我们的程序中 如果充满了散乱的数据 那我们怎么操作 比如说 我们现在面向对象 可以说 我们通过一个人 做一个对象 人可以有姓名 可以有年龄 可以有女朋友 可以有体重 可以吃 可以喝 可以说话 可以学习 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集成到 一个对象中来操作 但如果没有面向对象 这个年龄 女朋友 性别 姓名 以及吃 喝 说话 学习 我们之前演示的这些 该怎么办 是不是都散着了 一旦散下来 我们怎么管理 而且这只是一个人的 有这么多东西 如果一百个人 如果一万个人 如果一个人 加了一万个属性的 我们就更没法办了 这还只是人 如果来个狗 来个猫 我们的程序 就成了一盘散 上去不好管理了 所以说 这是面向对象的终极意义 另外编程是什么 编程是简单和抽象 算是题外话 就是面向对象解决的 其实也就是这一个问题 简单和抽象 最后我们引用一下 刘慈欣这个作家 有一篇小说 叫球状闪电 里面的一句话 大体的意思就是说 早期的人们 之所以没有设计成计算机 计算机其实到现在 也就是七八十年的历史 早期的人们 之所以没有设计成计算机 就是因为他们想的不够简单 而不是因为他们想的不够复杂 其实计算机很简单 就是一个零和一个一 所以说 程序执行 顺序判断循环 它也是一种趋于 程序执行的一个结构化的简单 所以我们计算机要做的 我们编程要做的 我们设计要做的 就是简单加抽象 抽象完之后才能简单 简单的前提是我们要抽象好 这句话 你可能不是那么还好的理解 但是我说的肯定没有问题 你如果是不理解的 你就先记下 随着你慢慢的工作 慢慢的学习 你就会不断的有这方面的体会 好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这一节应该讲了不少内容 我们就平衡对象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主要讲了什么东西 第一个是 我们一开始讲的是概念和demo 概念我们没有讲太多 就是讲了一个类 一个对象 demo呢 我们就是用了一个pipa 一个类 然后我们创建了一个对象 我们来学习的 然后我们接着讲了三要素 三要素我们花的时间比较长 继承封装和堕态 继承是怎么讲的 继承是说 我们这个students可以继承pipa 我们可以继承复立的一些东西 然后那个子类的一些公共的东西呢 我们可以出现到复类中 避免这个代码的冗余 是吧 可以提高这个承认度 然后封装呢 封装我们就是 我们可以把一些属性 给它封装起来 比如说不能让webber看 只能让子类看 之类的这些 多态呢 就是说一个接口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实现 这一点呢 是明显的一样三要素 不过我们esdu的语法中 用继承用的比较多的 而且我们当时也通过了 那个react的一些代码的演示 看到了这个react中 怎么是用继承的 封装多态呢 我们在gs中用的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大家要了解 后面我们是用react做了 一个应用的演示 大家可以回头想一下 当时是怎么做的 最后呢 我们花了几分钟讲了一下 其实不算是讲 应该是属于这种 个人的一种分享 当然也不是完全是我 个人说的 我是看书看的 数据结构化的一个意义 就是面向对象 OK 面向对象这一节 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 UML类图 我们接下来要讲完 我们接下来要讲完 我们接下来要讲完